1980年的这一题 还要我们找equation of tangent to the curve at这个point so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 这个y是x-2x-1 所以我的dydx是1加2x-2 so我的gradient of tangent会是等于dydx当 x等于2 所以他会变成1加2 然后2power-2 所以他会变成了 那个sample2 ok so我在这一边 1加2乘2power-2 然后变成sample2 ok 然后他的gradient of tangent是sample2 他经过的点是21 所以在这一边我要找他的equation了以后 ok我就会用 那个y-1 等于sample2 x-2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sample2x -3加1 所以他是sample2x -2 ok 他提供的答案都是in 那一个 什么 general form 因为 比较省位置 可是我就比较喜欢写成gradient form 因为gradient form他其实是 有比较多information 他现在要的是area of Triangle bounded by the tangent and both the axis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减2 是他的y-axis了 ok so我刚刚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画这个东西出来的情况下 他其实是 属于 这样 so我x等于0的时候我的y等于减2 然后这个是减2 然后我y等于0的时候 我的0等于sample2x-2 然后我的x sample2x 是等于2 x等于403 这一边是403 然后这边是0 所以他area呢就2分之1成底层高 2分之1乘2 4 虽然是减2但是他的那个长度 是2 长度是4 所以他的这一个就会变成了4 unit score 就这样